大家好,我是爱说话的老王 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国反制派NGO的博客 这个博客非常有意思,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又仔细查了查相关的资料 这一次乌龙摆的呀 因为他管这个事情叫乌龙,听他的名字 强大的美国军事评论新闻竟然也出现了对中国潜艇装备的乌龙 这让我们不由得到处唏嘘 如果是真实的战争,美国海军将会输得五体投地 这个美国的反对派就是这个董王身边这些人呀 闹吧,闹吧,非要闹到2024年大选有结果,他就不闹吧 好吧,听听他的内容吧 就在最近,一篇美国方面发的海军方面的新闻 让我们这些懂得一点点军事的人看了以后头晕脑胀 是什么样的新闻呢 新闻的报道说,中国方面在弯弯的海峡周边演习当中 部署了新型的潜艇,叫039A型原级潜艇 单纸这一句话就让我已经掉掉了我的双眼 为什么呢 我们众所周知,中国方面的常规潜艇分为几个型号 包括WGRG,这都是早期的前苏联老式的二战末期潜艇 而新型的潜艇一般被称作039 039系列的潜艇,我们原来叫做宋级 以此同时,它的改进型号叫做宋一宋二型 一直到039C,仍然叫做宋三级 在我们曾经称为过原级的潜艇 是中国一直未被谋面的040级潜艇 这个潜艇和它从俄罗斯购买的636级潜艇 有着很多相似的类似技术之处 安装有AIP水生系统 同时也拥有部分的简易型反潜艇装置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方面公布的 向泰国销售的039A型潜艇 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宋一或者是宋二型潜艇 而真正的所谓原级潜艇 应该至少从编号为039C型潜艇以后计算 或者叫039D型潜艇 中国一直不出现040潜艇的编号 这也说明是它的一种军事战术的用意 039C型或者D型潜艇是7型改进后的潜艇 按照国际军事装备来看 特别是美国方面的军事评估装备 这种潜艇不会被分为成040级原型潜艇 因为它是宋级潜艇的改进型 可以叫做宋四级潜艇 在以前特别是上世纪的90年代末 和大约在2010年到2012年期间 在中国的南海地区发生过几次中国方面的潜艇 追随美国 追踪美国航空母舰伪迹的事件 这些事件当时我们公布的全都是039型潜艇 包括它的A一直到C型型号 而这一次出现在弯弯海峡周边部署的 这艘C型改进型戴维壳环绕式的潜艇 应该就是它的原级潜艇 或者是039D型潜艇 中国方面没有公布它的型号 如果是039D型潜艇 就可以被称作小宋四级 在中国的网络上一般管它叫做小宋 而它也是装有水声驱动AIP系统和降低水声降噪系统 甚至围壳上还会装有隐身涂层系统 这种被称作水上水下双隐身的潜艇 是中国最新建造的常规动力潜艇 你如果把它叫做原级潜艇的话 但一定不要用039A这个编号 这个编号距离现在你所建的这艘潜艇的时间 已经超过了至少十年以上 所以美国的军事刊物 现在也开始出现不专业 甚至乌龙白尾的情况 这让我真的感觉到有些郁闷 在前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代 这种事情我们是不会让它发生的 因为我们针对中国会有很详细 很精准的军备化分析 大家发现了吗 最后一句话那叫画龙点睛 先告诉你 先说一下这废话 最后一句话就是他真正想说的 核心意思 叫你现在不如我们特朗普先生执政时期 你现在差多了 你现在分析中国装备都不准了 这才是妙笔生花的最后那点花 知道吧 因为人家是粉丝派呀 你干什么呢 借中国这个话题要喷一下 现在的这个白尊 你知道吧 听你的欧美网友怎么说吧 上海一个英国网友 的确 我觉得博主说的非常对 在以前我们叫做中国的039A到C 都叫他送一送二送三 现在突然美国海军新闻 改成了一个叫做039A原型潜艇 天呐 你是不是把整个中国常规潜艇升级了 又一个美国网友 中国一直制造的039A被称作送级潜艇 这是北约给起的一个绰号型的名称 这个已经被所有的国际军事武器分析家们所认可 送一送二送三 是中国三代改进型的前三代送级潜艇 而自从中国购买了俄罗斯产的636级潜艇以后 他们就有了新型的潜艇技术 包括AIP驱动系统和降低水声 水声探测水灶系统 而且还有了某些类似德国潜艇的那种反潜艇装置 所以可以看出来 现在部署在弯弯岛与海峡周边的这艘潜艇 我认为你可以把它当作039D型原级潜艇 这样称作的名称比较标准 而还叫他039A型原级 你简直就是有些糊涂 又一个美国的网友 这种人你不用跟他去理会 他只是随便想一个名字 他想编出来中国所有的潜艇都叫原级潜艇 那么我请问你中国的宋级潜艇叫什么 难道你把它的035G型潜艇叫做宋级潜艇吗 那是W型潜艇的改进型 又一个 欧洲的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的 博主说的有道理 这艘新型的潜艇通过卫星和空中的对它的探测 发现它的雷达外观信号非常的薄弱 可以看出来它上面装有隐身涂层 以前潜艇都装有都铺设有消音网 消音网主要的目的是防止声纳的探测 而当这种常规潜艇上浮到水面之后 它就形成了有水陆方面 就可以被雷达扫描所探测 但是它又在外身上有了雷达涂层 又一个美国网友 我看过这张照片 这张潜艇的图片 展示过在中国的大陆的网站上 它的外观和它的挺壳上下的颜色 在阳光的照射下的反光都不一样 可以说明它上面的围壳上有一种专用的隐身涂层 又一个美国网友 636级本来就被称为常规潜艇的大洋黑洞 它是一种根本不能探测的低于标准 低于探测标准水生系统的潜艇 中国人很好的利用了这种技术 创造出039D型潜艇 你可以把它称为宿四 也可以称作原级潜艇 但绝不能再叫039A式原级潜艇 这完全不标准 这是对于我们军迷的眼睛的一种模式 你有一个法国网友 对于中国的这种潜艇来说 我觉得它相当于德国的包括219型 或者叫219S型 或者是像瑞典的潜艇 级别非常的先进 而且是首次我们才发现它 要知道在以前039C 我们都曾经有过很多的报道 但是从来都不把它叫做原级潜艇 因为中国的原级潜艇 我们一直认为它应该的编号是040级 又一个美国网友 040级潜艇是不是存在 到现在都存在着争议 而这个被称作 被美国海区新闻称作039A型潜艇 你把它叫做原级潜艇 真的有些好笑 那么我请问你 中国的宋级潜艇是什么 又一个美国网友 他可以这么说 中国的宋级潜艇就是039 后面不带英文字母编号 又一个英国网友 可以看到现在的美国方面 对中国装备的分析 已经是漏洞百出 连型号都搞不明白了 又一个欧洲网友 北约制式型号 对中国的常规潜艇 进行过详细的排号 033035是属于WGR级老式 前苏联二战后期潜艇 而035G是中国方面改进型的 一种实验型的潜艇 可发射水下导弹 而另外一种039型 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宋级潜艇 它有三个型号 第一级的宋级潜艇的围壳 是一个T型 第二级的是一个锤子型 到第三级的时候 外观非常酷似六三六级潜艇 这些都叫做送一送二送三 而到今天你看到的 这个带有违壳伪装 环形系统的潜艇 你可以叫它做送四级 或者叫原级潜艇 但你绝不能再把它叫做 039A型潜艇 又一个美国网友 中国是按照 他的建国初期那些编号来延续下来的 039想到040 中国人得需要一个很繁琐的行政式的模式 才能命名一个这个型号 而中国不想命名这个型号 仍然使用039的改进型编号 比如说039C 039B 039D 039H 等等等这些 就说明他仍然不会将039D型潜艇任命为自己的040级 又一个美国网友 你要知道中国发展潜艇的历史并不长 是他从建国以后才刚刚开始的 最早就是W级和R级潜艇 这两种都是前苏联卖给中国的 是两种二战后期的老式潜艇 而035型潜艇是中国人自己改进型的一种 R级潜艇 中国使用这种潜艇使用了几十年 而039型潜艇是90年代后期中国才研发出来的 一直连续研发了三个型号 到039C 039C曾经在南中国海和我们的航空母舰进行过一次较量 不过他绝对是一个好潜艇 而到达了039D这个级别 恐怕中国人不想承认他是040 现在都包裹不过去了 而你作为一个标准的美国海局新闻 竟然还把它称作039A原级 难道你这是在替中国方面遮盖吗 又一个英国 我觉得这次的新闻说的一点不规范 而且完全是被中国人牵着你的头在走 难道你就不明白中国人隐没了先进型号 就是害怕别人说他产生了国际威胁 又一个法国网友 其实中国人就想让别人不知道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有了全新型的一种常规动力潜艇 叫040级 他就把这个编号仍然叫做039D型潜艇 而这支潜艇从外观的围壳来看 从它的外层的涂装的反光颜色来看 以及它所有的沉没在水下的部分结构来看 它升华于636潜艇的设计模式 又增加了新型的中国设计元素 它完全就是一款新型潜艇 但中国人不会这么承认 它仍然会叫做039系列潜艇 因为它的基础模板是采用了039的基础可体模板制作的 又一个美国网友 其实中国人这是从我们这里学会的 以前的中国人不懂得潜艇的型号的划分 他们只是胡乱的按照自己的几年计划去划分 后来九十年代以后 中国接触了国际军事评论 才懂得潜艇的设计型号和改进型号的不同 而我们习惯把各种的改进型号都叫做一个型号 但是一个型号就是宋级 宋一宋二宋三到今天的宋四级 绝不是有039A原级 不要采用这种为中国人掩盖先进技术的乌龙型的名称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样的做法只能让中国人大笑我们的军事媒体越来越不专业 难道中国人的宋级的潜艇被你们全部升级换代了吗 又一个印度网友 他这是在帮助中国人掩盖先进技术 或者是说帮助中国人吹牛中国的先进技术 一个印度网友 中国有这么多潜艇吗 我怎么不知道 好像中国连潜艇都不会造吧 又一个印度网友 这样会让中国的很多军事迷笑得哈哈哈哈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中国的军事迷才不会笑 看了这些以后 中国的军事迷一定非常的愤怒 为什么我们有 我们哪有这么样先进的潜艇 又一个亚洲网友 不要老吹嘘中国这么先进好吧 中国哪里先进 我一点都不知道 又一个亚洲网友 中国要是先进了 恐怕月球都能离得地球更近一些了 又一个1450的网友 你们总是说中国大陆有多么多么先进 我一点都不明白 他能有什么先进 他要真有先进的本事 那就打过来 又一个谭治的网友 喊这样的口号 真是我觉得你想要自杀 他真的要打过来 不用三小时 你的那些防卫装备就全都被平息了 又一个谭治的网友 说到军事武装力量 我们必须要承认 中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国家 虽然我不喜欢他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好的国家 但是军事装备是不能欺骗的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对于他们来说 039级潜艇就是宋级潜艇 宋一宋二宋三 我觉得博主说的很有道理 这已经是世界上分析过多少年代的潜艇了 而039地形潜艇 你可以把它当作040潜艇 但是中国人可能不这么认为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我们没有编号为040的潜艇 在上世纪的90年代的晚期和2010年 我们有正规刊物多次有军事专家解释过 中国没有战时没有编号为040的潜艇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040级潜艇这种顺延性的编号 要看这个潜艇是不是完全摆脱了039型潜艇的设计模式 除非我们是在636潜艇的纯洁核体上进行深化研发 那可以叫做040 但是中国人不会这样做 我们早就过了仿造 纯仿造的时期了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几位亚洲朋友 我觉得说的都有道理 我觉得美国新美国海军新闻 还是把这篇文章收回去吧 太不专业了 后来就说到这儿 哎呀 插几句话 我在以前做军品报道上 我我们经常用的就是039 以及这个宋 先说这个宋级的编号不是我们的 我们潜艇跟军舰当时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这几那几就是行 035型 033型 039型 我们就是这样的行 而这都是谁给人呢 都是北越 他给中俄的装备 只要你出来 我就给你起个名 越老越好 比如宋 原来我们的039叫宋 我们的那个033 035 WR级 这个没有错误 WR级是前苏联的潜艇 这两种潜艇都是来源于前苏联 而我们的宋级潜艇 就是039 后来呢 经过几次改进 我不知道现在中国的网络呢 是不是也知道 我不太清楚啊 国内的军屏网络 因为我14年以后就没写过军屏 就不写军屏了 这个国内是不是也给升级 美国人升级 国内也升级了 也所有的039都都叫原级了 不是美国人说什么 国内的是什么吗 对不对 很多的军屏号都这样 美国人又说了 039A就是原级 原级是比宋级要先进 因为它是这么编号 送原明清后 这个大家知道吧 历史歌会被把送原明清后 送在原的前面 送就比原要过后 懂了吧 它是按照我们历史潮代给编的 就跟我们的核潜艇一样 下级 商级 它是这么的 下商与西州吗 州级 它是这么编的 明白了吧 这就是西方人对我们装备的一种蔑视 把我们的装备名称当作这样的 就是一种蔑视 多了 而这一次美国海军新闻呢 它说的 看见的在弯弯海峡的这艘新型潜艇 其实曝光过 就是那个原维克的潜艇 我们称作是039 就算地形吧 我们没有 目前我还没查到 它是040 040是原级 以前都这么说 不光是我说 所有的外军报道 对中国的强规检艇都是这么说的 而这一次突然出了一个039A改成原级 这美国海军新闻说的 039A为原级 这你就很麻烦了 就等于中国就没有送级了 直接从那个035R级 033W级 直接就蹦到原级了 它特地给中国升了两级 所以反对派当然是不干了 人家抓住一个把人就给你一拳 但是这是个欧洲评论写的 因为这个北约方面起代号的时候 都是他们在起 好吧 你有什么想法就写成下马 对不起啊 今天就有点长了 多解释几句 支持老房呢 长按键在赞连网上 提前将好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